作为一个王国之群 孟昌真诚地相信 赵黄映会后代自己 作为一位昭祥的皇帝 赵黄映对于孟昌 表现出了最大的宽容和礼遇 然而事情的发展 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孟昌投降 到达大宋都城开封后 不到一个月就突然死亡 那么孟昌的死因 究竟是什么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送时第一步 宋太祖第十九集 梦场之死 宋太祖第十九集 公元九百六十五年 赵黄映派兵平定后述 后述皇帝孟昌 响应赵黄映的号召 千里迢迢奔赴京都 宋太祖赵黄映 以开阔的胸怀 热情接纳了远道而来的 王国之君孟昌 及其随行 孟昌得到了一个王国之君 所能得到的最高礼遇 和最高封赏 如付出意外 孟昌将会乐部私属 在京都了却余生 然而令人倍感蹊跷的是 孟昌到达京城不到一个月 就突然死去了 十年四十七岁 而史书上的记载 只有短短的三个字 孟昌独 孟昌之死成为一个历史遗团 那么 孟昌之死的来龙去脉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个世界的背后 赵黄映又扮演了 一个怎样的角色 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 第十九集 孟昌之死 因为我们前面几集一直讲 赵匡映对后蜀用兵 用了66天把后蜀给灭了 到了前的三年的正月初期 后蜀的皇帝孟昌 就接受了他的宰相 李浩的建议 递了响表 到了正月13号 大宋王朝派去 平属的总指挥 这个人叫王权斌 他就代表皇帝 接受了响表 孟昌在他的响表中间 讲了一个情况 三点要求 一个情况就是说 我这个家族很大 多少人呢 我这个投降的皇帝 我整个家族两百多口 这是他的家族 什么要求呢 三条 第一 我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赡养老母 第二 我毕竟是后蜀的一个皇帝 那么我的祖宗的 先人的陵墓 得给我保存好 最后还提了一点 就是说三国时代 楚国的那个后主刘善 他投降的时候 受封 还有那个南朝 南北朝时期 那个南朝最后一个皇帝 就是那个陈 宋岐良臣那个陈 陈的最后一个陈后主 陈淑宝 他投降 隋王朝的时候 都受封了 那么我也希望 能像那个蜀地的皇帝 给那个陈淑宝一样 我也能得一个封号 就提了这么几点要求 王全彬看到这个响表以后 非常高兴 这说明他的评署的任务完成了 所以王全彬马上把这个消息 立即快马 报到京城 报给赵宏英 正月十九 王全彬带领大宋的军队 来到了成都 成都市后蜀的京城 到了成都以后 后蜀的投降的皇帝孟昌 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 一个投降仪式 表示向大宋投降 王全彬也全权代表皇帝 安抚了孟昌 但是孟昌并不放心 孟昌又采取了一个措施 专门派了他的一个弟弟 孟昌就一个弟弟 派他弟弟带了一封详书 亲自到北宋的京城开封 要给皇上赵宏英 第一道这个响表 史书记载 孟昌派他弟弟到京城去 就四个字 叫奉表求哀 奉表就是送一个响表 求哀是请求赵宏英 一定要优待 可怜 不要对他们这个家族 有什么迫害 在这个表中间 孟昌讲了一番 非常动人的话 他说我的先父 因为后蜀就两代 两代就亡国了 他说我的先父 本来是封到西川去了 结果天下大乱 在那个形势之下 他最后称帝了 他称帝的时候 我年龄还小 我不懂 等我长大以后 我就稀里糊涂地 跟着也当了皇帝 按照孟昌那个表上的原话来说 叫乖以小事大之理 却称藩奉国之城 我就稀里糊涂不知道 我就坐了这么三十多年了 结果还劳烦大国 派兵来征伐 当然你们都是天兵天将 你们一来 我一看就打不过去 所以我马上就想了 但是我想想我的过失 我心里头还是不踏实 我心里头还是不踏实 所以他派他的弟弟 亲自到京城来 要从赵匡映嘴里 得一个实际的允诺 这样孟昌的弟弟带来一份详书 2月19号到达开封 史书记载赵匡映做了一个保证 赵匡映说了八个字 正不食言 而无过滤 我说过的话 绝不会再受贵 你也不要过度担心 安慰猛唱 投降的皇帝 一般来说心里总是觉得 最难保证的就是生命的安全 这样到了三月份 孟昌带领他的家属 家族和随从 沿江东下 顺着长江 到达江陵 就今天湖北的江陵 赵匡映接待得非常好 早就派人在江陵那等着 又安排在京城给他盖房子 给他盖了安居工程的房子 这边的话 派使在江陵接待他 赐给他车马 四月初 孟昌和他的母亲 到达湘汉 赵匡映又派人到那去 还赐给他药 茶叶 送给他很多东西 五月十五号 孟昌到达开封南郊 到达开封了 当时的开封尹 开封尹就相当于开封市长 是谁呢 赵光印的弟弟赵光义 赵光义亲自在开封的南郊 宴请了孟昌 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 一个欢迎仪式 欢迎后属的降帝来到京城 这是十五号的行 十六号 孟昌带着他的弟弟 两个儿子 宰相 一共三十三个人 来到北宋的皇宫外面 跪着呢 请追 赵光印很客气 把他们请进去 而且宴请了他们 赏了很多东西 这是十六号 十九号 赵光印专门下赵 放你三天假 三天 因为如果不放假的话 每一天孟昌也得来上朝 所以十九号就下招 放你三天假 三天不用来上班了 二十二号 赵光印在大明殿 宴请了孟昌和他的家旅 专门设宴宴请 六月初五 赵光印下令封 封孟昌什么来 封了他四个 第一个叫开府 一同三思 开府就是你可以建一个公府 而且可以自己选你的部下 自选辽蜀 一同三思 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三公 但是你享受三公的待遇 品级 从一品 高官 第二 封他检孝太尉 第三 封他兼中书令 第四 封他秦国公 把所有能够封的都给他了 六月十一 孟昌去世 享年四十七岁 赵光印下令 辍朝五日 五天不上班 为孟昌举行 这个丧葬 然后 赠他上书令 封他楚王 所有的丧葬费用 由国家给他出 不要他家人负担 这就是孟昌之四 对于孟昌之四 史书中仅用着三个字 孟昌福 至于孟昌的死因 正史中不见任何记载 孟昌之四不免让人一斗重生 为什么授封秦国公后 短短七天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 孟昌突然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那么孟昌到底是什么原因致死的呢 会不会是自然生病而死呢 有可能 有没有文献记载了 有 而且有一本书记载了 这本书叫 《锦里石旧传》 记载什么呢 说孟昌自己感觉到自己身体不好 就是他离开四川 来到京城 受到皇帝热情的结态 按史书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不畏欧盈及衬 随绝沉默 就是我没有想到 我突然间就得了病了 然后就觉得这个病啊 就很重 皇上派人来给我治疗 这个病情是一天一天加重 所以我感觉我不久于人世了 但是我对我的家人 因为皇上对我们很好 我的家人给我的这个孩子 我一点担心都没有 这封信实际上是一封遗书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那这个遗书可信吗 我讲四点意见 第一 现存多数文献 现在我们看到的 有关孟昌的记载 应当是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自治通鉴长编 东都市略 宋史 这些可靠的文献 统统统没有记载 孟昌这个遗书 不记载 这就有问题了 按照孟昌的级别 和他47岁而死 是应当有记载的 但是 这些我们今天看来 比较可靠的一级文献都没有记载 第二 病死有疑 孟昌之死虽然在那个遗书中间 说他是有病的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其他的记载来看 孟昌之死前毫无得病的征兆 前几天他还和赵黄印 在大明殿一块喝酒 四十多岁的一个男人 男人四十一枝花 还在花季之年 还是一枝花的 你想想前几天还喝酒的 突然之间就死了 这个病死不可靠 第三 孤正难立 记载孟昌遗诏的只有这一本书 锦里十旧传 这个陈振孙的直载数路解题 记载了这本书 这个书是属人做的 但是在开保年间 有人做过修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开保年间的宋人修订的书 清代人写五代十国的时候 有一本书叫十国春秋 这个十国春秋 用双行小字做了记载 大家知道中国的古书 它是竖着排的 大字 它往往有一些加的注释 是双行小字 十国春秋的双行小字 只有两种情况下它使用 第一 考遍证文 第二 广背译文 什么叫考遍证文呢 考察一下证文有没有误 这叫考遍证文 什么叫广背译文呢 就把各种说法 它用小字给你列出来 这个遗书就是用双行小字 在背译文的时候 把它列出来的 其他的史书统统没有采纳 其他的史书不采纳 意味着什么 不相信 相信了它就会采纳了 第四 其母表现异常 怎么异常呢 孟长的母亲 不是一个一般的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很厉害 她本来是后堂庄宗李存旭的一个身边的侍女 后来李存旭就把她赏给了孟长的父亲孟之祥 然后跟着孟之祥南整北战一辈子 这个李氏啊 见识多 政治上很有远见 而且很有识人之名 政治经验非常丰富 这个老太太在孟昌死之前 曾经多次被赵荒印接到宫里去 赵荒印答应 等将来把北汉灭了 我送你回你的太原老家去养老 所以老太太很高兴 但后来她的儿子在封公以后 七天就死掉了 她儿子死了以后 作为母亲的 一滴眼泪没有落 没有哭 这是第一个反常 第二 这个母亲讲了一番话 史书有记载 这样说 乳不能死设计贪生至今日 乳所以仁死者为乳在耳 今乳即死 乳安用生 说你不能为国家而死 贪生到今天 我所以不死 我是因为你还在 我儿子还在 现在你死了 我还要活着干嘛呢 所以她的儿子孟昌死后 她的母亲 就开始绝食 一直到绝食死亡 这件事 所有的史书都记载了 根据王立群先生的分析 孟昌之死不是善中 很多人认为 孟昌不是正常死亡 而是被赵宏燕害死 在赵宏燕害死孟昌的 众多说法中间 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 赵宏燕为了一个女人 才害死了孟昌 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 这个女人 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 不单在历史上有名 而且在文学史上也很有名 这个女人就是孟昌的一个贵妃 叫徐氏 徐贵妃 她有一个雅号 别号 叫花蕊夫人 我们先解释 什么叫花蕊夫人 古今中外 我们形容一个女人的漂亮 往往用鲜花来比喻 像花一样 但是对顶级美女 用花就不行了 那怎么办呢 用花蕊 用花蕊 所以在孟昌的后蜀 可不止一位花蕊夫人 有好几位 最有名的 就是这个徐贵妃 因为她这个人不但外表极其漂亮 而且非常有才华 传到今天还有一百多首公词 而且这词写得很漂亮 这个在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女人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孟昌曾经写过 这么两句诗 赞扬这个花蕊夫人 徐贵妃 这两句是这样说的 说冰极玉骨 清无汗 水电风来 暗香满 冰极 极肉 像冰一样 骨头像玉一样 冰极玉公 清无汗 宋代有一个笔记 记载了花蕊夫人 写了一首 这个王国诗 很有名 这一首诗 不光是 陈诗道的后山诗话记载了 学过宋代文学都知道 宋代有一个大诗人叫陈诗道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诗话 叫后山诗话 宋代很多笔记 都记载了这么一段话 怎么说的呢 这样说的 国王入备后宫 太祖闻之招诗诚 送起国王诗云 君王崇尚树强旗 切在身宫哪得之 十四万人旗节奖 更无一个世男人 太祖阅 带蜀兵十四万 而王师数万人 这段话说什么意思呢 说后蜀灭亡以后 花蜀夫人就被赵黄印弄到他的后宫里去了 赵黄印听说他能写诗 说你给我写一首诗吧 他就写了四句 这四句诗就是写孟昌后蜀的灭亡 说君王城上树降旗 切在深宫哪得之 君王在前面投降了 我在深宫我不知道 十四万人旗节奖 十四万子兵全部降了 更无一个世男人 没有一个人抵抗方 下面写的是太祖阅 赵黄印一看赵黄印高兴了 为什么呢 赵黄印派去灭属了军队多少呢 北陆军三万 东陆军两万 一共派了五万人 十四万人全投降了 那这句话等于是吹捧赵黄印的军队厉害的 而且赵黄印和花蜀夫人的关系 不光有这一首诗和这一条文献记者 我们还有另一个文献 这个文献就比较可靠了 因为这个文献的作者不是一般的人 这个文献的作者是蔡涛 蔡涛是谁啊 蔡涛是蔡经的儿子 知道北宋史的人都知道蔡经 蔡经历 神宗 哲宗 徽宗三朝 做过宰相 他的儿子写了一部笔记 叫《铁围山冲坛》 在这个铁围山冲坛中间 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国朝墙下西蜀 而花蜀夫人又随昌归宫国 昌至且时日 这遭花蜀夫人入宫中 而昌随死 什么意思呢 后蜀一灭亡 花蜀夫人跟着孟昌 到了开封了 等赵黄印 把花蜀夫人一遭到宫里去 孟昌死了 把花蜀夫人入宫 和孟昌之死 联系到一块 什么意思啊 那么赵黄印 把人家老婆夺了 然后给丈夫害了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叫什么 这叫怀色其罪 喜欢这个老婆的颜色 然后加了一个罪 就把她的丈夫给害了 这个说法 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名的一个说法 就孟昌之死 是因为 有一个太漂亮的老婆 这男人有一个太漂亮的老婆 往往有麻烦 当然是如果你是皇帝 问题不大 你要是王国的皇帝 麻烦就来了 孟昌之死 这是最流行的说法 是因为赵黄印 你想想赵黄印刚刚灭了后蜀 还有好多没有灭的了 南唐 吴越 南汉 北汉 齐丹 这个辽 西夏 那么多国家没灭 他要统一天下 犯得着 为这一个女人 把自己的名声给毁了吗 赵黄印的名声 可比花蕊夫人更金贵啊 所以叫自己这个名声伤不起 再一点就是犯不着 孟昌已经是一个投降的皇帝了 还用得着杀他嘛 你不杀他 给他老婆公开的要走 他也不敢说个什么 还犯得着把他再害死 还落死一个夺了人间的老婆 害死人间的男人 多难听啊 所以我国家的不太可靠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蓝 刚刚建立大宋的赵黄印 正在筹划着统一大印 善待王国之君孟昌 正好是一个样板工程 对于其他未统一的歌剧势力 具有朝降纳畔的作用 赵黄印不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为了一个花蕊夫人 而害死孟昌 但是孟昌的确是不明不白的死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使赵黄印最终下定决心 除掉孟昌和他 我还比较赞成学术界的 这样一种看法 孟昌之死确实是赵黄印害死的 但是不是仅仅因为花蕊夫人 我用得不仅仅 花蕊夫人是顺手牵羊的事 杀孟昌另有其因 什么原因呢 有这么几点 最重要的原因一条 形势所迫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 西蜀不好控制 蜀地虽然是天府治国 非常妇恼 但是那个地方可是山高皇帝远 谁占了蜀地 谁就可以搞格局 所以赵匡昌灭了后树以后 下了三道照例 第一 召为蜀文武官并浅付缺 赐庄前有差 就召他们所有的官员 一律进京 给钱 有区别的 第二 进不得还乡礼 所有这些西蜀的官员 来到北宋京城以后 一律不能还乡 第三 召发蜀兵付缺 皇帝要走 官员要走 士兵也要走 全部迁走 不能留在那 怕的就是蜀地作乱 第二 新蜀新国很有号召力 我们前面讲过 前的三年三月爆发的蜀中的叛乱 叛乱打的旗号就是新蜀 新国 这个旗号很有号召力 第三 孟昌在蜀地颇有声望 现在我们看到宋代的文献把孟昌说了一大糊涂 说他贪婪 腐败 荒淫 说了很多 别忘了 那是宋代人写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记载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记载是孟昌 沿江 到中原的时候 好多老百姓 可以说是万民相送 几十万老百姓 送孟昌 光枯晕倒的就有好几百 孟昌在蜀地当了三十一年的皇帝 整个蜀地繁荣兴盛 老百姓过得很好 现在他的国被灭了 皇帝被迫 进京了 老百姓为他夹道送行 所以赵皇英有两个没有想到 一是没有想到亡国之君如此受蜀地人民爱戴 这是一个没想到 第二个没想到 是新国新蜀的这种叛乱 会爆发的这么快 他没想到 所以在赵皇英的眼里 孟昌是个什么人呢 孟昌是蜀地百姓的精神领袖 是蜀地叛军的一面旗帜 赵皇英 应当说是个有胸怀的人 他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不过赵皇英的容人我们也要有所区别 赵皇可以容小人 可以容失败之人 但是他不能容失败而不失事之人 听懂了吧 失败但是不失事 赵皇英 赵皇英 他原来是打算 优待孟昌的 显示他大国的胸怀 显示他这个政治领袖的风采 但是后来蜀地的叛乱 一下子折腾了两年 在叛乱爆发的高潮之中 孟昌来到了京城开封 所以赵皇英不能容他了 赵皇英要杀他 杀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精神领袖给除掉 因为精神领袖的存在 的确对赵皇英是一种威胁 所以赵皇英还是毫不留情地把他杀掉了 那这又带来一个问题 赵皇英是怎么杀的孟昌呢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 毒死是毒死的 因为有文献记载 孟昌死前赵皇英请他吃过饭 我们还有一个记载 可以做一个旁证 北宋灭了后蜀 后来又灭南汉 灭了南汉以后 南汉的皇帝刘长也投降了 有一次赵皇英宴请百官 刘长先来 因为他是一个投降的一个皇帝 他不敢迟到 所以他提前来了 他一来 赵皇英就赐给他一杯酒喝 这个皇帝捧着个酒杯不敢喝 吓得就哇哇大哭起来 捧着个酒杯 皇帝哭了 而且哭着还说了一番话 这个话说得很有意思 说陈呈祖父极业 聚伟朝廷 老王师至讨 罪顾丧 陛下不杀臣 金剑太平 为大梁不宜 愿言旦夕之命 以全陛下生臣之恩 臣未敢引此解 我这个人很不识相 集成复命 做了南汉的国君 那现在我投降了 我非常感谢你 就不杀之恩 但是你现在叫我喝这杯酒 我是绝对不敢喝 为什么呢 这个刘长 在南汉当皇帝的时候 他曾经用毒酒 杀了很多的手下的大臣 他用这毒酒 不知道杀了多少大臣 现在人家 赵皇印拿着毒酒 叫他喝 他吓哭了 结果赵皇印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对所有的人 都是推心致富 你怎么能这样想来 赵皇印说完 把那杯酒多 从刘长的手里拿过来 一饮而尽 喝了 没事 那现在的问题是 刘长为啥不敢喝 有人推测 孟昌是被毒酒毒死的 刘长大概听到点风声 所以前面投降的 后蜀的皇帝 已经喝毒酒死了 后面南汉的皇帝 又叫他喝酒 捧着个酒杯 吓得嚎啕大哭 不敢喝 但这个酒真不是毒酒 但就这流场吓死了 这并不能证明 孟昌是被毒死的 但至少说明 赵皇印说他对别人 是推行制服 按说你要对别人 推行制服 别人是会相信的 为什么你这么 推行制服 别人还吓得以为是毒酒 大概 你的前面 也做过点 可能见不得人那些因事 不管怎么说 后蜀的皇帝孟昌 到京城不到一个月 正式封公 七天 死了 后蜀的动乱 平定了 经过了两年的时间 平定下来 平定以后 赵皇印面临了一个问题 我这个平属的问题 我要进行一个问责 我要表彰先进 我要惩治腐败 那么赵皇印怎么样来 处理这些法属的将领呢 请看下集 平属总结 谢谢大家 共态组 第二十集 平属总结